我們這次就… 當然不會太膩 我做一個…我家裡也很喜歡吃 你試試看, 好嗎? 很駕駛 是的, 不錯的 很快熟 對, 因為我們待會再下鍋煮 而且你這次買的比較大 對 待會有肉吃 對…先拿起 隔水也是 灑海鮮的水不需要太多 因為待會我們用來煮湯汁 就像我們吃的蒸氣鍋 那些… 要留在蒸氣 對, 放在粥體裡 對… 做這個海鮮鍋的秘訣在哪裡? 其實最重要是灑海鮮的時候 水不要太多 所以分開每次來灑 剩下的水千萬不要丟 最重要是用水來做醬汁 這麼多海鮮來灑, 剩下的水 是不是挺好吃的? 就加帶子 帶子 帶子是不是冰箱也可以? 冰箱也可以 新鮮的, 有一個殼的燕貝也可以 大隻也沒所謂 大隻的, 你就煮久一點 這個也可以, 因為已經小粒 因為煮得太久, 海鮮會韌 除了用蝦、帶子 我們這次有蜆和蟹 還有其他可以加進去嗎? 其實你喜歡青口也可以 對 青口也可以 蜆拿回家裡也是要浸水 其實加一點鹽, 以前就說… 用水喉水來浸, 原來很快就死了 你反而加一點鹽, 它又不死 但又會吐到沙 很快就開口了 是的 把蟹放進去 蟹很漂亮 好, 蟹, 我們今天用了鹽仔蟹 很多蟹膏 鹽仔蟹, 我覺得它的香味會比較出現 對, 好 這個要久一點了, 因為在這裡鶴 你看, 等待它的時候 我們拍一下蒜頭也好 好 好了嗎? 我想都可以了 可以了吧? 對, 因為待會還會再煮 這個要熄火了, 不然待會就乾了水 蒜頭 然後先切洋蔥 洋蔥 通常煮西餐, 蒜頭、洋蔥 通常都會脫掉 我想問現在, 你的小朋友那些 他會不會看你做的那些企劇? 之前… 電視真的有播放 之前也會, 之前晚上有播放 我以前拍的那些劇, 他也會看 他們一向都知道媽媽有拍戲 是 以前是 是 到他們看回的時候, 有我說什麼 我兒子就說, 媽媽很小 但我記得以前, 他們再小一點的時候 我大兒子一歲多兩歲 我大兒子的時候 我有做過一些兒童節目的主持 他突然在電視機看見我 他很奇怪, 因為他太小 他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他在電視機說 為什麼那些這樣的節目 看到你, 他突然看著 然後到我的小女兒 回幼稚園, 去K1 他就做了一些婦女節目的主持 一看到我在那個時候出現 他就定了, 什麼玩具都放下了 好, 洋蔥也切了一粒 然後我們再切青椒 是 我們先切黃色椒 怎麼切呢? 都是切小粒, 因為它是用來做醬汁 那已經很飽了 其實煮一碗金香菇 沒錯… 但是你說做主持 始終跟演員很不一樣 而很多觀眾對你最新的文章 始終都是以前拍電視劇 對 拍電影, 你會不會… 那些好玩很多 你如果拍到一個好的劇本 你會很開心 你那時候做電影是拍到有提名的 那時候剛入行 那是不是那時候突然發現 自己也有點天分 那我也不知道 其實那時候還不是很認識的 反而之後去了電視廂那一套 是 那你浸的時間長嘛 譬如你拍攝電視劇 你每天都開過一個星期 翻了五、六天 每天都拍同一項 我反而覺得那時候 你就會學會很多東西 那你現在想起一些角色 其實也想做一下 我來結婚之前大多都是做妹妹 是的 現在九成九都是做媽媽 我又很享受做媽媽 自從我自己做媽媽之後 我試過拍一些媽媽戲 例如小朋友有病 我很容易入到她的情緒 哭也快 對, 例如小孩很淒涼 被人欺負 很入到我的心 是的 我也明白, 因為自己做了媽媽之後 好像情緒容易爆發出來 對… 我想想一下以前… 差不多一部電影 你也是妹妹 是的 很多男藝人都是你哥哥 是的 其實這些青椒仔 越多就越好吃 好, 然後最後 最後, 切好這道中筍 即連葉都要嗎? 可以, 可以吃的 那就不用浪費了 除了這些, 還有芫荽 有些朋友不喜歡吃芫荽 就走芫荽也沒關係 也沒關係 每天都切到小小粒 好, 那我們可以開火了 我們要銀鑽油 銀鑽油 對了 第一種就是洋蔥 是 第一種就是洋蔥 是 因為洋蔥越久, 越甜 加上芫荽和芫荽 真的很多, 你可以看嗎 光是這群食物已經很有營養 對 有三色椒, 有很多菜, 有很多顏色 我們剛才煮了海鮮的水 我們可以加進去 加進去後, 煮進去 先煮至乾水一點 很香… 這個時候放這個 一個 軟度是加拿大而來的朋友 對, 這個是香草精 是 我們可以加一點鹽 這樣就可以放蟹進去 是 這個膏也別浪費了, 放進去 然後呢 放這些鹽 這個海鮮鍋有這麼多海鮮在裡面 有這麼多不同種類 整群朋友應該不會打架 對 總有一款是你喜歡吃的 對 我都差 其實海鮮是最好的 你去到街市 什麼最好就放那些下去就行了 對 然後我們吃飯 我嘗嘗味道是否適合 夠了嗎? 這個時候就放白酒 如果不用白酒 我看有些人用清酒的 也可以 煮蜆 然後我們還要加上胡椒粒 然後最後就加一個豆粉 是 讓它的湯比較濃稠 對, 不用太濃稠了 整群蝦冰蟹醬都出來了 對 對 來吃吧 這個很豐富的海鮮鍋 出門 很豐富 馬上嘗嘗, 不客氣了 好 味道很香 湯很好喝 對, 因為它有酒 海鮮的精華已經入閘了 鹽水的蝦 好 其實跟家人或好朋友 一起分享美食就是最開心的 我剛吃了這個蝦, 很鮮甜 對, 配合湯一勒 還有意粉、腸通粉等 加起來一起吃 那就很好 是 其實通常我叫朋友來 我都喜歡做一些一鍋大鍋的 因為如果你煮很多菜 一味就在廚房裡煮 很少機會跟朋友聊天 是… 如果你煮一兩個很大的菜 還有一個沙律 我們很快就可以坐在一起 聊聊天, 一邊吃東西 這兩集你也帶給我們 很多你的王氏美食 你會不會再準備多幾個食火 下次有機會再跟我們分享 好, 因為我真的喜歡做食物 雖然未必煮得很好吃 但我很喜歡 那一言為定, 做一個定理 好 好 分享這種eau … …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